这种发票是真的 这个包的确是卖十二万九千八 对此有什么意义 事情我们已经调得清楚了 接下来就是你们双方写商的问题 如果不能达成协议 可以通过法律渠道 向法院提议输送 如果需要我们出去证明的 我们会积极配合 谢谢你啊 警察同志 我这个坏了个包不说 差点被人当诈骗犯了 他有怀疑找警察也是对的 好了 没什么意义的话 你们在笔楼上签字吧 你先签 你可真能啊 还把我扭送到派出所 托你的福 我这辈子第一次进派出所 一个包十三万 那金子做的呀 我没跟你说十三万啊 十二万九千八 你赶紧把钱给我 没钱 那我不管 那是你的事 我说了我赔不起 那我不管 我告诉你 你自己想办法 去偷去抢去借 反正把十二万九千八给我 我赶紧买一个给人家送过去 警察同志不是说了吗 你可以走法律程序 你上法院告过去呗 跟我讲法律程序 跟我讲法律程序 好啊 我当然可以告你 这个案子证据确凿 法官判你全额赔偿 那是百分之百的 当然了 你会想尽各种办法不还 我就申请将制执行 法院和亲产你的财产 将你列入老赖名单 从今以后 你不能去银行贷款 不能做生意 不能高消费 包括你孩子找工作 孩子就业都有问题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有个女儿上大学二年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怎么样 现在还想跟我打官司 上法庭吗 可以不上法庭 可以不上法庭 我现在还想跟我打官司 上法庭吗 我可以不上法庭 我现在还想跟我打官司 但 但是那个包 它不应该我赔 停什么 等等 你想啊 你们一个包 十几万 那你开着车 你住的房子 那得多少钱呢 我们一个棒吧 十几万 那得干多少年 不吃不喝 我上有八十岁老母 下有生产的孩子 你说你们有钱人 你 你忍心让我赔吗 谁告诉你我有钱呢 我也是凭劳动吃饭 说到难听的 我跟你一样 我也是一棒棒 不过是在办公室里的棒棒 你们棒棒累了 可以回家休息我行吗 我不去上班 老板得开除我 我告诉你 这个包 是我们老板送给老板娘的 我不还人我就死定了 这么说 这包我赔定了 对 你赔定了 好 好 反正生活很艰辛 日子也不好过 这回又雪上加霜了 看好了啊 就我 一个棒棒 我本来不想死 但是没办法 我现在从这儿跳下去 我痛快 看见没有 那摄像头 她能清清楚楚地拍出来 我就是被你给逼死的 给我来这处以死相逼 我怕你啊 我生活也不易 我也雪上加霜 保不怀上 我还死定了呢 你干什么你啊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不过来 行 你快去还我 你看我 我就一个棒棒 我一大活人 我 我就就从这儿 到时候跳下去 我跟你说啊 要钱没有 好 要命有一条 谁要你命啊 我要钱 喂 救命啊 救命啊 你真跳啊 我不是故意跳的 我是不小心跳下来的 你可拉住了啊 我拉住呢 我快没有力气了 帮我赔 我赔还不行吗 救命啊 救命啊 来个人帮帮我吗 救命啊 怎么说 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个包我赔一半 但是我现在身上 没这么多钱呢 哎 算我倒霉 钱我先垫付上 不过你可一定要 言而有信啊 有姐妹 这到几点了 你不会真的走路来的吧 你不让我坐地铁吗 赶紧的 快快快 快来 快来 我先坐下歇一会儿 小张东马上就到了 包给你拿过来了 辛苦了啊 反正每年都是包啊 表啊 我都看腻了 你先歇会儿啊 我去厨房看看 你看看吧 那包可贵了 挺好的 挺好的 快歇会儿你腿都软了 你不试试 那包真的挺贵的 这包可好看了 这包可好看了 可贵了 这包可贵了 这回 全都完了 钱也没了 公司也开不起来 婆娘还跟着受连累 婆娘 钱 儿子 阿姨 老幽 这么晚了 有事吗 有事吗 我打电话来 是有事跟你说 好 您说吧 你不是提出来 要跟我离婚吗 是啊 可是你不是一直不同意吗 现在我同意了 明天上午 咱们俩去谈病证据吧 好 一言为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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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